Hello 大家好 我是前輩 我們現在已經回家了 昨天睡了一個非常好的覺 很舒服 在澳大利亞 不管是睡在民宿裡面 還是酒店裡面還是車裡面 我都從來都沒有睡過一個好覺 反正是我們 就最近三個月睡得最舒服的一次 真的睡得太舒服了 自己家裡的床就是軟硬失蹤 就適合自己 對 真的是金窩銀窩 都不如自家的狗窩 是的 你不是說睡車裡舒服嗎 那還是家裡的床舒服一點 回這裡去睡 好了 現在開始擬東西 三個大箱子 有點頭疼 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擬起 要該洗的衣服先擬出來 我去拿個衣服框給你 我就在這裡 行機就在這裡 行 那你先擬 首先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沒有胖 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我就稱體重 說話的時候差不多的 但是比結婚那會兒 結婚婚禮的那會兒 要稍微胖一點點 四捨五入就等於沒有胖 果然出去玩就不會胖的 你看我們沒事就吃麥當勞肯德基 因為實在沒東西吃 然後經常吃夜宵 我記得 對呀 但是因為可能在外面旅行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走動 平均每天可能得走個五六公里吧 一個人 紅酒放在洗禮箱裡面的 我用我的衣服包住的 完好 從澳洲回國 好像每個人可以帶兩瓶紅酒 我們只帶了兩瓶 本來想買的 但是我買衣服買包的時間 花了太多時間了 來不及去買紅酒的 這個是朋友送我們的 摘摸粉的時候 還有蜂蜜啊維生素啊 這些我都放在一個箱子裡面的 有一些是我婆婆已經拿走了 最後一兩天我不在心裡買東西啊 逛街啊什麼的 就買兩個包 一個是棕色的 一個是黑色的 黑色的給我布布拉 這個是給我媽的 其實這個真的蠻好的 這個又便宜 它原價有2000多人民幣的 我們打這下來很便宜 很防塵 我看到它走線做工還有油邊啊 都做的挺好的 還有這個包也是的 送人的 本來我也想自己買一個的 但店裡面只剩一個了 你到時候去歐洲買吧 盒子帶子我都扔掉了 就拿了個防塵帶 還有我這裡一堆的冰箱貼 還有兩個證書 沒壓壞這個證書 沒有 冰箱貼冰箱貼冰箱貼 他買了一堆 還有一條羽絨服 這個是我買給我自己的 我先把它打開了 剛開始的時候他幫我壓縮了一下 大線頭 幫我拿走吧 等一下餅乾幫我拿回來 髒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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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袋有沒有東西 這裡衣服基本上都髒了 乾淨的也髒了 要重新全部都洗掉 我不理東西的時候 餅乾就在那裡睡覺 一樓東西好像有它什麼事 他看看有沒有給他帶禮物 你在這個是什麼 什麼 你猜一下 這個米都帶回來了 笑死我了 可以用的 這個 我以為不能帶 因為我們行李箱每人兩件是23公斤的 就行李箱不用也白不用嘛 這些都沒用過 素膝鞋 在那個潛心航空上面買的毯子 用的時間還挺多 這套毯子買的是很直的 那個就送給餅乾吧 這個毯子 給他到底用 髒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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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除了買一條羽絨服之外 又給自己買了一雙鞋子 小都看不懂的鞋子 我覺得好醜 這個鞋子 我還好沒買它那個更高一點的 它其實底很硬 但是穿起來好像挺顯瘦的 就是顯瘦才買的 顯了腿瘦 買了一盒麥片 還有一盒 兩盒麥片 因為當時想著新買了一個心靈箱 空間有的多就買一些麥片 澳洲的麥片真的很好 我們之前在那邊已經吃了一盒了 嗯 真的很好 粉刀 奶粉 我們在白金機場入境的時候 就是隨身攜帶的一些東西 不是也要過一下那個機器嘛 嗯 有些人帶了一些奶粉和魚油啊這些啊 嗯 有被查 對 所以大家可能還是盡量放在托韵裡面吧 嗯 可以嗎 這架毯子也是派上用場的 嗯 這個也送餅乾 對這個送餅乾正好 有沒有發現救我是沒有禮物的 對 你們每個人都有禮物 救我是沒有禮物的 等一下會不會輸哦 我給你買你自己不要啊 關鍵的我也真的不需要了 被網爆了 哈哈哈哈 不至於吧 還有兩瓶果醬 這個是在那個Hendorf 阿德華的Hendorf德國村買的 對 它那個農場其實挺有名的 嗯 就是說 好像哪個飛機上頭等艙的那種果醬啊 嗯 都用了他家的 對我們買的泡麵啊 沒吃完也把他摘回來了 絕不浪費 還有辣椒麵 火鍋底料 兩包泡麵啊 反正行李有的多 哎呀最可惜就是我把那個卡士羅給丟掉了 那個卡士羅沒辦法帶回來呀 對 因為他打火的時候不是有一個火星子嗎 有個打火的一個裝置 那個是不能上飛機的 太可惜了 這個泰國買的小巷 我覺得也是很好看的 你當時就應該買一個企鵝回來 就是那些景點裡面 或者那種商店裡面的那種袋鼠 烤拉 還有企鵝啊 那種小玩偶確實很可愛 但是我一看都是Made in China的 但我想著我在國內買不是更便宜嗎 所以沒買 我買了這個飯盒子 也把他都把它帶回來 更覺得是紙巾啊 沒用完 那個盒子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盒子把它扔了 還有這個小包包 印尼買的 好了 他明明泰國買的 明明泰國清賣買的 對對對 還忘記了這個呢 在印尼買的貓屎咖啡 貓屎咖啡 我被咬的咖啡 還好你沒發病 那麼他潛伏70幾年了 沒有這麼長時間的 你打電話去問一下他們 就是那隻貓 就是射箱貓死了沒有 他死了你就有問題了 他這麼長時間他沒事 你應該你也沒事 好了我開始收拾了 一個行一下一個行 給你們一下逐個突破它 上面這些就是我們去 以往各個國家旅行帶回來的 都很有意義我覺得 雖然說 嗯 有些不是很好看啊 嗯 我們是進來已經挑好看的吧 這是一個蒸的馬蹄 這個是在那個桃金正賣的 這是一個蒸的夾子 它是夾子可以夾一點那個 嗯 這個東西掉了很多東西它時間久了 它那個磁性是怎麼回事 老化了還是幹嘛的 而且啊 切冰箱貼你就要做好這個冰箱上面 被冰箱貼後面磁條滑壞的準備 嗯 還有我們這個冰箱不值錢呢 對 就沒買到就是特別好看的 最喜歡的是這個 嗯 這個這個做的真的很精 其實是布拉格的那個冰箱貼 這個是我在代購買的 嗯 我當時去的時候沒買 當時去的時候沒有這一款 嗯 但這個也是人家代購在當地買的 嗯 還有就是牛糞 西藏買的牛糞的冰箱貼 但它發霉 我們這邊實在太潮了 嗯 有什麼呢 這你知道在哪裡嗎 哥本哈哥 對 我記得 是一個鹽礦的 底下一百多米的一個鹽礦 是我們在波蘭的一個鹽礦買的 但是它因為我們這邊潮啊 把那個鹽融化了 嗯 就沒了 它是裡面真的鹽化沒了 對 因為我們下百年估計還會再去十幾個國家 我估計等我們年底回來的時候 這個冰箱就貼滿了 有些人會覺得這個有密集恐懼症的 我覺得還好吧 這好看應該沒什麼 我覺得還好 之前有人看我們視頻嗎 就看到這個冰箱說 哎呀密集恐懼症犯了 我都有密集恐懼症都沒覺得那個 嗯 等到年底的時候大家期待一下 這都能貼滿了 到時候挪一點到房車裡面去 這房車那個冰箱也幾乎是滿的 好吧 我覺得旅行的時候你什麼都可以不買 冰箱天你一個帶一點回來 嗯 就雖然說有一些國內能買到 嗯 但是感覺不一樣 因為冰箱天本身小東西 便宜的東西 就是比如說這個冰箱天你是哪裡買的啊 嗯 當時想一下 那就能勾起當時那一段回憶 旅遊的回憶 有時候就是一個國家不只買一個 你看像在比如說澳洲好了 你烤拉要買吧 你那個星期各就要買吧 然後你那個那個企鵝可能也會買一下吧 就是其實一個國家都賣好幾個 這個我忘了這個是哪裡的 鳳南呀 鳳南那個什麼 聖誕老人村 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 我記得聖誕老人村哪個地方 你看就沒有勾起你的回憶 你剛才就亂說 因為我去的地方才太多了